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发生战争,但是大多数将军出征在外的时候都有一个规矩,是不带女子行军的,而一旦军中出现女子,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,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规矩呢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对于古代人来说,行军打仗时并没有像如今一样先进的武器,几乎都是靠将士们上前线战场上近身搏斗,在这样的条件下,部队对每一位将士的身体素质和专注力要求都是极高的,然而军中倘若带上一些美女随行。 难免这些将士就会分心到别处,战场上那么苦,那么难,你还带着诱惑跑来,你自己心性不坚就罢了,还很有可能影响其他战士,随之将会影响到的便是整场战争的但最终输赢,所以打仗不能带女人便成为了军中不成文的规定,但慢慢历史长河中,总有那么一些不听劝的人。 哈武帝时期,将军李玲带着想要建功立业的心思率部征讨匈奴,然而他的部下却背着他在军中偷偷藏了许多流放边境的女人,一次大战失败后,李玲才发现自己的部队竟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,最终直接下令将所有的女人全部杀掉,这才取得了后面战争的胜利,只是可惜这些死掉的女性,真是无望之灾。 明朝英宗朱祁镇在位时,一心想要建功立业,便不管不顾的带着部队向北方瓦剌进行亲征,然而此时的明英宗仿佛一个没长大的孩子,根本没意识到战争的真实情况,他的心中满是自信,丝毫不将自己的对手放在眼里,甚至还特意带上了一对年轻貌美的宫女陪同,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他是去旅游呢。 果不其然,在这群美女的日夜陪伴下,无论是英宗还是其余的战士们,几乎都整日完了,丝毫没有认真作战的意识,不久之后,明英宗便落入了敌军手中,而他这一去便被囚禁了七年,丢了自己皇帝的威严就罢了。 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皇帝位置也没了,估计当时的他肠子都毁清了。 比起朱祁镇,更猖獗的便是北齐后主高伟,为了讨好自己的宠妃冯淑妃,他甚至带上了冯淑妃和他的一百多个侍女一同出征,果不其然,北齐大败,而高伟也被迫带着自己心爱的冯淑妃逃亡。 最终,两个人都双双死在了敌人的追杀过程中。行军打仗如此严肃的事情,却有人将它是做完了,最终还丢了性命,这种连国家和自己都不放在心上的行为,简直愚蠢至极,在古代,在军队远征的行列中,除了勇猛的战士,往往还伴随着一群特殊的人群,女性。 他们的存在,既为军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,也承担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角色。 在古代,由于战争频繁,男性士兵大量伤亡,导致军队中男性兵力的短缺,为了弥补这一空缺,女性士兵开始被招募进军队,作为战斗力的补充,虽然直接让女性上战场的案例相对较少,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,女性士兵也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,在古代的该下之战中,项羽的军队被汉军围困,粮草不足,士气低落,为了突围求生,项羽决定派出部分兵力从东门和南门出击。 然而,汉军的防御坚固,项羽的突围并未取得显著成效,在这种情况下,项羽命令士兵将城中的女人全部赶到城外,让他们去为项羽的大营送水。 这些女人中,有的是项羽的妃嫔,有的是楚国的贵族,还有的是沿途的俘虏和军中的侍从。 他们的存在,不仅为项羽的军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,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耗汉军兵力,降低其战斗力的作用。 除了作为战斗力的补充外,女性在军队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为士兵提供日常服务,在古代,由于男性士兵长期在外征战。 生活琐事如洗衣,缝补衣物等都需要有人照料,这时女性士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, 他们不仅要负责士兵的衣物换洗和缝补工作,还要照顾士兵的掩饰起居,确保他们在战场上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。 在古代,醉臣和囚徒的妻子经常被发配到军队中服役,这些女性被称为族妻。 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虽然低下,但却承担着重要的职责,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为士兵服务,包括洗衣、做饭、缝补衣物等。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中男性士兵的生活压力,使他们能够更专注于战斗,这种制度逐渐演变成了更为残酷的形式。 在唐朝时期,军中的侍女逐渐发展成为了营迹,他们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为了服务士兵的日常生活,而是为了满足士兵的生理需求。 这种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和压迫达到了极点,使她们在军队中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。 在古代战争中,粮草短缺是常见的问题,一旦出现这种情况,军队就会面临极大的困境。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,军队有时会采取极端手段来获取食物来源,其中之一就是将女性作为食物。 这种残酷的行为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,但在历史上却是真实存在的。 在古代战争中,一旦粮草短缺到一定程度,军队就会开始屠杀战俘和俘虏的女性,这些女性往往被当作二脚羊来使用,成为了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品。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人性和道德准则,也极大的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。 然而,在生存和战争的残酷面前,这些女性往往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,在古代社会中,战争是常态,士兵们为了保卫国家和家园,常常需要离家出征,去到战场前线。 在那个时代,人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像现在这样便利,士兵们无法随身带着家人一同前往战场,因此他们的生活会面临许多困难。 虽然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古代军队中的情况,但是当时的士兵并不是孤独无援的存在,他们在行军或驻扎期间通常都会组成群体,并且会在营地附近设立市场和其他设施来为居民提供服务。 这些市场中会有各种商品和服务出售,例如食物、衣物、工具以及医疗服务等。 所以,如果一个士兵有特定的需求,他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,还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职业可以帮助解决某些需求。 比如,有些医生或者护士可能会被招募入伍以照顾受伤的士兵。 同样的,有些商人或工匠也可能通过跟随部队的方式获取商业机会,这些人不仅可以帮助军队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。 而且还可以为自己创造收入来源,尽管古人的物质条件相对匮乏,但他们依然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寻求快乐与安慰。 例如,很多人会选择读书、听音乐或者是进行体育活动来放松身心,这不仅是对日常压力的一种释放方式,也是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的重要途径。 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分享,在一个庞大的军队里,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结交新朋友并且互相帮助,在这样的环境中,人们往往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资源共享。 举个例子来说,一位正在适应新环境的新兵可能会向更有经验的老兵请教生活技巧,从而迅速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,还有一些更为深入的心理层面的事情也需要考虑。 对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士兵而言,寻找精神寄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,宗教信仰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,军人有时会将这种信念视为战胜恐惧和焦虑的力量源泉,同时也可以使自己更容易接受牺牲的可能性。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现象,士兵间的浪漫关系,在历史记载中不乏士兵爱上平民女性的例子。 而在和平时期,即使是在战乱频繁的地方,战士们也会遇到喜欢的女孩,当时的人们也相信命运这种东西,认为真爱是跨越阶级和种族限制的。 在古代,士兵们面临着很多实际核心理上的挑战,但只要有耐心和勇气,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,同时也应该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,也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我们的安宁岁月。 实色性也,像皇帝一样身居高位,身边美女如云,几乎没人抵挡得了美女的诱惑,也为他们不是修佛之人,也不是修道之人。 因此,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沉迷女色,那些王国的皇帝沉迷女色不能算作王国决定性原因。 古代,一个国家,经济政治由文官管理,军事由武官管理,皇帝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批阅奏折,其实作用不是太大。 汉高祖刘邦说过文有萧和,乌有韩信,他自己对于统兵打仗,治理国家其实没有太大作用,所谓皇帝。 大多数如同刘邦,智勇接不及手下大臣,所以,一个国家的新王关键在于手下大臣是否忠心,是否正直,是否有能力。 当一个国家重要机构由奸臣或者无能的人把控制,那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,因此,皇帝的最重要作用就是选出有能力,而且忠心的人担任国家大臣,令人为亲是大忌。 正常情况下,选拔人才大多数情况还是由大臣决定,在君王沉迷美色的时候,就容易出现外戚干政,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红颜祸水的重要原因。 另一方面,人心善变,明明很正直的人也有可能变得邪恶,谁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经过人性检验,如果一个朝堂的重要机构由心思邪恶的人把控,君王又不管不顾, 那么王国就是必然,似乎是出于这种原因,英国施行君主力限制,国王没有了实权,变成了一个吉祥物,似乎发展还挺好,因此,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不能是吉祥物? 那是因为中国的皇帝拥有着实权,只要听信谗言,任用邪恶或者没有能力,只会拍马屁的人,那么必定会对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。